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直接到我们山上板的火车 先问问我们整个社区 然后我们才回园区做个体验 那麻烦一下各位同学跟着我走 各位同学 昨天我们有三节车厢 那三节你们都可以愿意地坐 只是说你们现在如果坐哪一节车厢 这边的火车全部都是废弃物在身 然后这边也可以 看你们要坐哪一节车厢 都可以 那今天我们全程都有录影存证 所以各位同学等下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都可以请教于我 好那各位同学 非常欢迎 你们来到丁超园湘主管利林这边 搭车我们山上板的小火车 在拉火车的时候可能他们都是走铁轨的 可是我们这边的火车跟别人不一样 我们是走大马路的 左边 右手边 农村开丰富 就是我们今天中午用班的整个命点 一般以前农村他们都是以工作为主 那嘉仁南这边早期他是以重班者为主 手把拉拉中 在拉的时候他前面就会冒烟 一块的有一些简棉的动作 所以各位同学看我的右手边 右手边 墙边那边 稍微看一下 他们现在正在做炎炸的动作 有没有 来 稍微看一下 有没有他们这样很有趣 有没有 很漂亮做不对 所以你们有没有觉得说 他们为什么要叫这个东西做在这边 因为每一道墙 后面都有他整个故事性 那他这一间 温厂 它是从事什么行业 它是从事五金行 在这边 就是说五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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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开富贵迎百年 迎接百年的到来 所有们的话 我们就做了一头的化妆洗牛在这边 第一打开始的 一二三 完后的国家做不当 赞 现在他们这边这边的社区的居民 他们都是移赖了这一条鐵道 然后来出入 成为他们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 包含到他们第一天的上课 第一天的上班 刚刚开台第一座笨港元香 其实早期这边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地方 就是我们碗的底部 那他减联是用了完好无缺的碗 然后用钻石刀把它割划了之后 然后把它剥开 剥开之后再用一个独特的剪刀 把它慢慢的剪出它的形状 小河或是小水沟 他们就会想下去做个玩耍的动作 好那前面各位同学可以看到 来前面你们可以看到 左右两边都有我们的马赛克彩石偏天 那你们也会不会很怀疑说 为什么他们家的墙壁要贴牛 那你们想一想 他们家到底同事什么行业 喜欢对不对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糖果工厂 小朋友手上拿了钻石糖 有没有 那原原来这个就是我们的金甘麻糖 这个就是我们童年最喜欢吃的一些糖果 那因为现在小孩子 他们的家境 跟早期农业时代比起来 这层负义蛮多的 全部都是以我们的胶纸 什么叫胶纸 它必须先捏锁出它的形 然后呢先把它烟干 烟干了之后呢 然后才下去树烧 就。。。 谢谢大家